面对地球冷华天气液上以及空无航空 输入传统的农业幻灵临专行的危机 冷华大学开架地理航空一部工程 看了业中年级四大学研究农业生产地理化 作为国家以及事业的中业 运用科技技术改善农业问题 创作尽管的三级 和台湾的农业搭造新南海 冷华大学校长林聪明标识 AI人工科技已经是专业枯測 生机会设定制令反抗十五官党 结合科技行业国学专业开设看领域课定 不然应用现金枯測专业国家的特色 两个学生看领域来学习 面对地球软化、天候、意想以及空无反抗 输得传统農業面临着专行的危机 未来一部事物農業发电南华大学 开拓地理反抗十五官党 在我们科技学院跟其他系做的合作 就是要来多了解像温度 还有光度 还有二氧化碳 还有氧气的这些种种环境因素 怎么影响之物 那我们有这些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自动化去发展 透过地理反抗系统 能够调节 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搭配自公系 他们所提供的技术 让这个自动栽培系统能够自己判断 植物哪时候需要浇水或是哪时候施肥 而且能够判断它需要多少 自动栽培系统要启动前 这个灯架会先往上移 这两个系统的合并 也是我们最近成功的一个案例 那这个自动栽培系统 它还有很多功能可以发展 可以去研究的 这也是我们持续在做换领域的一个合作和目标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机器可以做完全自动化的 不是要任何人工去操作整个完整的一个目标 设定自动栽培系统 科研端控制系统 布置 事物 读炒 妙设 透露 释渡 亚厚 无前 症状是高品质高营养的 液 菜类 以及素杞作物 这个设计数据 提出 量 自行钢墅 以及自行管理设计 改以地零AI化 为地零航空系统 可运用于 水晶、陶晶 正式的方式 在这里 没有重点减少污染 没有荣耀 可以安心使用 进行特侯 反复这种 生态影响的好业 谢谢新闻专门 大约定长博德 再讲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 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